哇 這麼厲害 是呀 OK 好 現在聽到了 把耳機拾回 麻煩你 OK 好了 請你們講 哎呀 哥哥 我剛才拔呢 我才知道 哦 是嗎?我還在那裡拾回去 那大家好了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一週一次的 海外手足和香港人聊天的節目 我們這次的內容有少少的變化 我們想先請美國談談的兩位老手足 講一下你們的故事 我們都知道這陣子你們都很關心我們 這陣子入到甲州的那些手足 幫助他們很多 又幫助他們報導 幫助他們在生活上安頓他們 同時我也都知道你們的臺 因為可能你們很感言 就被人家的YouTube頻道關了 是的 所以我們這次都想了解一下 了解你們多一些 好不好? 好啊 很多謝你Lucy給你 多謝你Lucy 我們其實這裡的前身的前身 就是叫做天下正經的 天下正經是2016年6月12日開章的 天下正經的時候 當時我們幾個朋友就一起想著 洛杉磯這裡就沒有網台的 因為洛杉磯當時就沒有網台 那我們就想著 我們在洛杉磯就弄回一個了 但是因為Dennis就只喜歡講政治而已 只喜歡插共產黨的 所以現在網台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講美國政治 譬如是選舉 對那時候也是選舉 就是選舉制度那些這樣的東西 選舉人票是什麼來的 很多東西 同時因為 香港那幫人就很多 特別是香港那幫建制 就很喜歡扭曲美國這邊的那個選舉制度 我們就開始就是專門講政治的那時候 就後來就慢慢發展了 就開始有些玄學節目啊 有些波經講一下 接著有些叫做電影傻 就是講電影的 LA看真諜 接著之後因為我家裡的原因 我就要離開了 我就做不了了 做不了之後呢 他們就繼續就開始叫做美港同心 美港同心應該是大約2017年8月左右 他們開始了 8、9月我猜 美港同心就開始了 美港同心開始了之後呢 接著在2019年 大約好像8月是不是 又是8月那頭應該 2019年8月 我就從出江湖啊 就開始了這個美港天下 就是 其實我本身呢 我也都是想是多很多不同的節目 如果看回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都是有波經啊 有地產全方位啊 有法理中環啊 有很多不同的節目都有波經 然後後來因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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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 啊 CCP virus的原因啦 就導致我們 就是不能聚集了啦 不能聚集了 就開始 散 然後之後就 就 只是 只是 只是我 在這裏 然後 幸好有三上在這裏 然後就是我 和三上兩個 就是只是說政治啦 小小 就是這樣的 簡單的 美港天下的歷史 因為我們呢 是 我們呢 就是 什麼呢 特朗普支持者 我們知道啦 現在 美國那個 big tech 和主流傳媒呢 都是 不喜歡特朗普的嘛 所有東西 我post 關於特朗普的東西 他們都會去動啦 所以變成了 我那條片 是 最近這條片就是 Texas Alamo 是呀 Texas Alamo這條片 那就變成 Texas Alamo這條片 它只不過是 轉播回特朗普 那時候還在任的時候 在德州 阿拉莫那個邊境 應該都是 軍 都是 軍營來的 都是軍營來的 那個公開演說 那個是公開的嘛 是的 就是 全美人都看過的啦 都是一個新聞的片段來的 是的 但是就是 在4月的時候 竟然這條片是 它還是在任啦 就是說1月20號之前啦 但是Dennis在1月已經是 登了這條片 我1月13號登 1月13號登 她那個speecher應該是1月12號 我想其實還有其他我們登過的東西 他們都有給過警告 是的 就是大大一點點 但是這一條就令到我們那個第一台 我們不是叫第一台的 本來主要是一個頻道的 美國天下的頻道 就是被封三個月 我們就是逼著要開其他在我們之前 那些零散的YouTube戶口 再來出片 我們現在迫著這樣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有 大大一點點的不同的攻擊的 那譬如說我們初初開始的時候 我們比較是2020年那個 lockdown 中共肺炎lockdown之前 美國的那個lockdown是3月15號的 那3月15號之前 我們做之前都是一個業餘的形式 都是大家我們還有一群兄弟都是那個政治取向比較近 就是香港就是黃絲 還有美國就是比較 比較中間傾右這樣說 因為我們不是全部都 都不是全部傾粉 我們不是全部傾粉來的 那就是來做一些譬如說搞笑的 就是去論證然後又搞笑的 是的 比較是 輕鬆一些的 但是lockdown之後 就個個混在家裡沒什麼做 那Janice就在那裡試驗 不如那些人來不了studio 來到又要戴口罩 又很害怕 那時候不如就做一個網上會議直播的形式 那就是這樣做 和你live 是的 我又沒說天后和你live了開始 就又這樣開始就入了一個叫做 kind of full time capacity 因爲那時候個個都困住在那裡 困住在那裡 周圍去了 那我們沒有東西做 就唯有出片 做節目 就是這樣 我們除了做一些 就是好像我們有綜合性的直播節目 就是評論政治 我們另外都還有譬如說 很多外景 那時候很多外景 因為2020年美國大選 那就有很多rally的 雖然真的沒有廢 但是也有rally 尤其是特朗普有rally 我們都有去 譬如說比華利山每個星期 那個叫做日落大道 是日落大道 比華利山不是日落大道 比華利山是比華利山 每個星期都有三千人的特朗普的rally 那個公開活動 造勢活動 我們都有去報道 是的 是的 還有譬如說那些不同的地方 特朗普的造勢活動 我們都有去 甚至飛去 去D.C. 去D.C.去報道這個B.C. 就是這個Candace Owens 和這個Brandon Tatum 去帶領黑人離開 因為黑人世世代代都被民主黨洗腦 被民主黨綁架了 如果黑人他們有一個文化的 叫做基本文化的那種情義結 如果他們不做民主黨的時候 黑人是會被黑人自己針對回來的 他們有這個動作就是要去打破這個框架觀念 就是要帶領黑人去用美國保守派的方式 去看這個世界 我們也有去參加 是的 還有我們也有去看我們這裏本地 有去報道譬如說 Black Lives Matter的rally 還有有去報道譬如說 我們那些選舉議題 A提案、B提案那些 我們都有去做實地的報道 或者譬如說去哪一個議員的家 去到 怎麼說 示威 Erica Fetty 門口示威 我們市長的門口示威 LA市長 我們homeless最近的那個homeless 就是露宿者 露宿者那裡訪問 我們都有做一些其它生活的事情 然後你說一下你的生活的事情 就比較是叫做 比較是年代的 就不是專門做生活的 我們是年代的 譬如說都是跟政治有關的 我們都有做一些 譬如說宗教的題材 我們兩個都是有信仰的 所以都會開一些 譬如說 去買衣服 就發現很多衣服都是Made in China 做了一條影片就是拒絕購買Made in China的衣服 我們希望 我們對抗14億人 就是一個對一個對百人 在這樣的政治情況之下 只可能是用少許 做到多少得多少 因為我們是要靠這個社交平台去分享 去讓更多人知道 幸好特朗普 現在很多人會關注 才會關注中國的情況 因為當時民主黨奧巴馬年代 口說就關注 實質他什麼都沒有做 他是由共產黨去做共產黨想做的事 好像香港泛民一樣 很怕得罪共產黨 結果現在我們看到泛民 香港一幫泛民今時今日的處境 你怕得罪共產黨 你的後果 你的下場 都是被共產黨搞的了 因為他們只會 共產黨的制度只會支持共產黨 以及就算你是共產黨 他都會搞你的 譬如說歸錯邊 如果你歸了薄熙來那邊 你現在肯定已經被人抄家了 如果你歸了習近平那邊 那有可能有多幾年玩一下 因為這個皇帝就不知道他心情是怎樣的 什麼時候心情好呢 就可能會跟你打個招呼 如果突然之間有一天心情不好呢 有可能他都一樣會去搞你的 那些帝制就是這樣的嘛 所以我們一定是要繼續的 因為為了中國人下一代 為了我們中華文化 中華民族 我們一定要繼續去支持 去抗衡這個共產黨 抗衡的共產黨 抗衡就不是叫做什麼 就好像毛澤東說的 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 所以我們是很多時候是 真是奮身去做這件事 當然每個人奮身都不是 就是出了多少就多少 是叫做 maximize我們自己的能力去做 現在就靠著社交平台 當然我們這些小台仔 很感謝看中國 很感謝Lucy 給我們機會在這裡解釋 給別人知道 我們介紹我們這個美港天下 我們現在可以下去看一下 我有一點點補充 我想香港人 我們的節目被香港人看到 我們也不可以 我們也要在這裡多謝MyRadio 是黃毓民先生議員教授的網台 是因為MyRadio 起初我們由這個天下正經 變成這個美港同心 再變成 美港同心後來變了 至少有三個網台 現在變成三個網台以上 但是他們其他網台 他們那個政治取向 就比較 我想是不是太鮮明 當然隨著局勢發展 他們現在都開始講政治 但是我們就是 就是由一開始就覺得 我們那時候就剛剛遇到鎮明 就覺得2020年的三月中 如果不講政治就覺得 不是那麼有時效性 我們真的隨著就是這個 這個武漢肺炎的經濟活動的受打擊 在美國 因為有一個全國的禁止 從來沒有試過的 我們不但到處都不能去 覺得在這個時候 就不講政治 還要避而不談 就覺得已經是沒有了一個效用 在網台那裡 加上去年就是總統大選 我們都知道就是這個主流的 那個傳播媒界 就是主流的mass media 就是越來越走這個極左的路線 就是在做很多假新聞 我們都覺得我們不出聲不行 加上就是香港 過去這個反送中的運動 就是當時還沒有這個港版國安法 還在這個高峰的時候 我們覺得在這個時候 還要去講一些飲飲食食 不去講政治就覺得很不… 對不起 很違背自己 是的 我們其實開始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其實 真的沒有人認識我們 我們已經是有 應該是有些大陸的誤魔攻擊我們的了 譬如說我們那時候 那個每日定時做那個 美光天下和理live 我們都有很多時候就是要被迫中斷的 就是有一些人來光榨我們那個WiFi的網絡的 是的 所以我們都受兩邊夾攻的 雖然我們暫時 那個我覺得我們那個質素 都還有很多空間要去進步 因為其實我們都有我們的正職的 我們都不是全職做網台的 那就變成我們的精神未必太集中了 我們只是講一些比較我們心裡感覺到的東西 我們還有很多空間 譬如說那個quality video quality 或者我們那個口才 我們都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但是我們就是受著兩面夾攻 就是大陸的五毛、藍絲 和美國的這些反美傳統主義的黑客 都有攻擊我們 所以我們是幾路夾攻 還有YouTube、Facebook 就是不停的輪著來封鎖我們的節目 所以但是我們有機會就應該 所以我們不會繼續發聲就是這樣 K-Man 你兩個的說話 覺得兩個字送給你們 都是勇武 沒想到你們都會好像很勇武 不過都要有一個 香港的我們和香港的勇武比 我們是自貴不如的 我們在這麼安全的環境 我們純粹是被網路上 下面被禁煙的 我們譬如說在這個暫時 在這個自身的安全 和在這個法律上都還沒有 面對什麼的叫做迫害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叫我們的觀眾就是 有這麼安全的環境都不出聲 難道要等到將來 沒有機會出聲 再想出聲就很難了 再腐化美國那個文化 是不是?那個言論、輿論的氛圍 再腐化的時候才出聲說話嗎?這樣 都看到你們都關心一些社會的議題 你們自己不單止去暴動 你們做了自己去遞信 自己去參與一個意見 這一點是很難得的 覺得你們不是媒體人 但是做了媒體人要做的事 其實有沒有一些什麼困難? 其實都有的 因為我們都有自己的 正職 這麼說 Dennis有一個印刷的生意 他平時都是有工作的 當然武肺那裡就是少少停頓 但是近來又有 變了我們都面臨減產的 我們最近 因為都應接不暇 我自己本身就是來讀書的 on the side 我自己是做那些 就是駕駛的駕駛人員 就是因為2020年的駕駛 才開始去增加舞台的工作的capacity 那毓民有沒有說幫一下你們 和他知不知道你們的近況 你們有沒有聯絡呢? 有 我們通常都是用WhatsApp 會溝通 我知道他很忙的 所以有必要時才會去WhatsApp 他剛去了台灣 有段時間他剛去了台灣 也都是我們剛開台灣的時候 慢著 你在說是去年是不是? 是去年有一次他去了台灣 不是今次的 不是今年的 他去過了台灣一整年了 沒有 是的 但是這樣 簡單的 但是大選的時候 Miradio也跟我們亂播 Miradio也跟台長有亂播過 那時候就變成了他有一段空蕩時間 那我就立刻找他 立刻WhatsApp 喂 上來做節目了 那他就立刻上來做節目了 那時候也是特朗普選舉時間來的 那時候是選舉期間來的 那他就講一講他們的看法 就是在香港那方面 在台灣那方面 對美國選舉的看法 那時候他有上來的 還有我們這裡有賣WhatsApp的書籍 所以我們有代賣的 我們有代賣的 那我就已經在eBay那裡有代賣WhatsApp 就是我們海外 我們負責海外的 我們負責海外的 所以我們的關係都會保持溝通 跟毓民 其實我們本來天下正經和美港同心 就是我們的前身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underMiradio的 Miradio紙堂 我們都是因為黃毓民支持者去開始 是的 是的 那現在有沒有可能找毓民來踩場 間中我可以找他們來踩場 跟我們的手租 跟你們聊聊天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都好啊 這個 idea 我們問一下 我問一下他 他應該就沒問題 都很有chemistry 這個化學作用 因為我們給他了題目 他會上來講的了 我們就可以請到他上來了 我經常找他做採訪 他經常都沒有時間 沒有個時間段給我 找了他很久 之前我在香港 我以前有採訪過他的 採訪了幾次之後 他就沒有時間了 現在我找他 他都很忙很忙 到現在回事都沒有 所以你們兩個要找他來這裡 我可以試試問一下 讓他抽到那個時間 是啊 另外我也想問一問 三上和Dennis 其實現在我都知道你們的頻道 經常被人關 接著你們現在要面對 對於幾方的夾機 其實要沒有說 需要那些香港人怎樣幫助你們啊 香港人最主要就是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繼續去分享我們的頻道 接著如果他們譬如說留言 有讚好 有分享 有留言 那些 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呢 美國的天下就會盡量將香港的資訊 其實不單止將香港的 即我們的香港資訊 就不單止會在我們廣東話頻道出 就是我們平時呢 也都會和我們周邊的人呢 去用英文去解釋香港的情況 那麼 因為有頻道啊 因為有頻道呢 那譬如說我們去和一些外國人說香港的情況 就很容易開口了 咦 你做什麼的啊 咦 我是做網台的 我們關於香港的東西的 現在香港這樣 這樣 這樣 真的很容易就被抓到進去 和外國人說關於香港的情況 那麼我覺得是 都是一個好的 人感到一位